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J Channel,我是竹子 該次影片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目前的五星傳說團戰頭目 也就是洛奇亞奇閃光版本的生成機率吧 稍微先看活動的時間方面 眾所周知,從9月1日的早上10點開始 洛奇亞已經復刻回歸,作為五星傳說團戰頭目出現 然後會維持至9月14日的早上10點為止 而根據目前各大訓練師們所回報的資訊指出 截至目前為止,總共收穫到146名訓練師們的報告 那遭遇數的話,總共遭遇了2244隻的洛奇亞 然後其中閃光版本方面僅僅出現了181隻 換成百分比的話,目前閃光版本洛奇亞的生成機率為8.07 那其實這個生成率說高不高,說低也不會太低 基本上大概可能就是10隻裡面會有一隻 那當然這只是機率的問題 最主要還是看這個訓練師們的運氣 如何?反正目前的話,洛奇亞還是在五星團戰中作為傳說團戰頭目維持至9月14日為止 所以如果還沒有入手到閃光版本洛奇亞的訓練師們 趕緊就是把握一下剩下的時間 然後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目前的五星洛奇亞的傳說團戰裡面呢 入手到的洛奇亞是可以吸得氣旋攻擊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有關目前最新收穫到現有夠遊戲中呢 閃光版本洛奇亞的生成率 希望該方面的資訊可以有效幫助到大家 影片時間差不多,影片最後我跟大家說一下 影片最後的言論呢,盡我參考並不能作為一個標準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讚、分享還有打開小鈴鐺 有什麼話想要對我們說的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